而国际焦点来看是以巴战争爆发两个多月 不少无辜的老百姓跟记者都命丧加萨 不过现在以色列他们又坦诚了说 不小心误把三位以色列人职认为是威胁直接开枪击毙 而这些行为都让以色列逐渐失去了支持 反而是给了哈马斯更多的机会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发现 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对哈马斯的支持度是从12%一口气飙到44% 尤其是年轻世代他们更具武装反抗意识 比过去更加认同哈马斯 身穿格子衬衫拿着相机的男子气冲冲地往前走 他的手还一边在空中挥舞 他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以色列警察 下一秒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警察不只推人和挥拳还用枪柄打人 在耶路撒冷的CNN制作人全程目睹 以色列警方痛欧土耳其媒体的巴勒斯坦义记者 另一头在加萨这群人倒地痛哭失声 他们是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阿布达的家人 阿布达在南加萨甘尤尼斯的一所联合国学校 疑似因为以军的无人机攻击而身亡 与他同行的加萨分射社长瓦尔右手也受伤送医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 以色列军队爆发以来已经造成至少六四四名记者命丧加萨 以色列军队为了消灭哈马斯 不止无差别轰炸加萨 现在连自己人都无杀 一军是在事后厌尸时才发现杀错了人 他们还公布三名人职都是男性 其中包含一名28岁乐团鼓手 他就是10月7号当天在台拉威夫音乐节上演出 后来被哈马斯给掳走 这也再次掀起以色列国内抗议示威潮 以色列人上街高喊口号高举标语牌 要求政府现在就得救出人职 心中怒火中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现在还有一个战略是打算把海水灌到加萨的地道里面 歼灭躲在里头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不过哈马斯似乎也是有备而来的 他们直接回呛说地道可以承受全部的攻击 继续请作恒带我们来看 好 以他的冲突陷入僵局 那么现在到底要如何来取得胜利呢 现在就传出说 以色列他们打算有新的招式 是利用海水来攻击哈马斯的隧道 我们就看到是CNN 他们说有一个美国的官员 就透露说以色列现在尝试用海水来灌溉 哈马斯的地道 那当然现在这样会不会成功 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他们是有向华府保证的 说不会使用在有人质的隧道当中 只是对于这样的说法 连CNN他们也是存疑的 因为其实加萨哈马斯的隧道 大约是41乘以12km的 这个长度跟宽度 那如果要用水攻的方式 其实是蛮困难的 而且争议也来说是比较大的 因为像是首先水压跟水量够不够呢 而且就算够 它可能也只是局部性的 更何况还得面临风险是 有污染的问题 以及破坏基础设施 还有就是可能伤害到 人质这样的风险 那真的以色列可以有办法这么做吗 不过哈马斯现在也呛响了 他们的发言人就说 这些地道都是工程师精心设计修建的 可以抵御水攻或是其他的潜在危险 说他们根本没有在怕 所有的这些攻击和后果 都是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隔墙细听机械声越来越大 代表以色列大军正在逼近 哈马斯则是从旁突然用火箭筒伺候 这种暗中观察目标后 偷偷来一个开炮突袭 一直都是哈马斯对抗乙军的主要战术之一 哈马斯再度释出这支最新作战影片 还秀出已知装甲车碎片散落尾地 甚至特别拍摄象征以色列的六星服 好被踩在哈马斯脚底下 就是要像以色列说想打败哈马斯 没这么容易 不过整体来说 已知仍然是战上风的内方 几乎没有悬念 尤其在加萨相对不熟悉的巷弄和地形下 依旧尝试缤纷夺路 目前包围甘友尼斯的行动 正如火如土进行 乙军在郊区的班尼苏海拉 持续攻击一栋一栋 哈马斯藏身的建筑 至于躲在地道的哈马斯官员 要怎么对付 最近就传出乙军要用淹水战术 至于淹水战术要怎么执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正在从地中海抽取海水 准备向地道口灌进 而且从11月就已经安装了五个帮铺 最近又在加装两个 从筹备到实际进行海沟 预计要花上好几个礼拜 而目前只是还在初步阶段 然而对淹水战术的疑虑还不止这样 正对这场战争 美国和伊斯兰的分歧 的确越来越大 既伊斯兰的总理纳特雅 坦诚这件事 伊斯兰的总理部长也承认 每一双方应见有落差 只是要怎么让拜登继续给予支持 觉得是以色列很大难题 特别是拜登政府现在也很头痛 美国国内力挺巴勒斯坦声音 持续扩大 当第13号早上 大批民众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 直接阻挡所有线道 还进一步席地而做行程 异常串人链 从空拍角度看 示威者后面全是秘密麻麻车龙 高速公路宛如成了大型停车场 后来共有75人遭到逮捕 但尽管如此 他们的抗议 以及数周以来 全美遍地开花的示威 早就让美国政府绷紧神机 而不同于美国 以色列上下则是几乎一条心 尤其以色列境内至今 还是不断被哈马斯火箭袭击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13号 只有一间超市被火箭碎片打中 就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 绝对只会让以色列人民 心中的报复之祸更难熄灭 TVB新闻做不到 但是以色列这样狂轰 猛炸的战术 是时候该做点改变了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认为 下一个阶段 应该是要透过搜集勤资 来精准锁定哈马斯的领导层 可是如果以色列不愿意 降低攻击强度的话 那美国还要继续军援吗 苏利文没有正面的回应 他只说要达成协议的话 那最好还是闭门讨论 从晚上 炸到白天 不管是头顶空头炸弹 还是地面炮击 都持续震撼着整条加萨走廊 但以色列军队 除了在加萨里头作战 还有一批新的招募士兵 和后备役 在以色列北部密集训练 坦克演练边移动边开炮 还有护兵作战队型 以色列其实准备打长期战 以色列放话 为了见面哈马斯 战火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星期五 哈马斯罕见地 再从加萨朝以色列中部发射火箭 耶路撒冷警报声大作 铁冲飞弹升空拦截 拦截爆炸瞬间 还听到尖叫声 眼看战火止不住 美国依旧支持 以色列继续打下去 美国无条件提议 土耳其看不下去 总统埃尔顿和拜登通话 要求美国发挥影响力 对以色列施压 尖叫声 美国对以色列商级加萨平民有意见 但民主共和两党 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还很坚定 要拜登改变立场 难度恐怕很高 TVBS新闻重爆炸